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波音机 让奖务助理财德契机 我是琳达 观众朋友们 记得帮我们节目 在脸书还有YouTube上 按赞分享以及订阅 因为您的支持 是我们努力的动力 好的 我们知道 钢铁股最近真的是 涨翻天了 很多人都跑去买钢铁股 不过现在情形好像变了 因为费的要缩表 对此美元可能会走强 那么因此 也会使得原物料价格的下跌 再加上中国大陆的政府 加大力道 要打压原物料的一个价格 好 上述的种种因素呢 就会对钢铁造成 短期性的影响 还是长期性的影响呢 那么拉回 又会是布局的好买点吗 好的 今天我们首先来欢迎 蓝灯药老师 老师好 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蓝灯药 是的 老师啊 美元涨原物料跌 那么钢铁人脚麻 是不是要跑不动了呢 对 但也不对哦 好 那到底是怎么样呢 钢铁人脚麻 到底跑不跑得动呢 我们请老师 带我们来了解 好 老师 首先我们看到 废的缩表 美元是强势的 那么原物料的价格 一定会下跌吗 就 那我们在第一张字卡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从经济学的角度过来看好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过来看的话 如果说你一国的货币是过多的话 那你当国的货币一定就会开始做贬值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货币是开始慢慢在缩减的话 那么你的当国的货币它就会慢慢的升值 这是一定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过来看的话是这个样子 而从另一个角度过来看的话 资金只有一套 所以就资金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会有一个悄悄板的效应 也就是这市场上面 如果你买A的话 你势必就要先卖掉B 你的资金才有办法转到A 那一样 如果你要回过头来买B的话 你一定要卖掉A 因为资金只有一套 而市场上的资金 它永远会把它放在 它觉得最有可能会上涨的商品上面 那既然这个商品会上涨 另一个商品不会上涨的话 它一定就会把 不会上涨的商品给卖掉 好 这是这张字卡里面 蓝老师要先讲的 重要的两个前提 那先看 如果QE它不停的被放出来的话 它的美元本来它就会下跌 但是BUT 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 FED可能要开始缩标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在进行的时候 美元它已经翘翘在反弹在上涨了 好 从美元如果上涨的话 从刚刚的这个资金翘翘板的效应 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美元在下跌的话 你就会看到前一阵子的 这个原物料 其实它涨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凶 从去年到今年 铁矿砂从原本的一公噸 八十二美金涨到一百八十七美金 它涨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 而在热扎钢的部分 它涨幅就更惊人了 从原本一公噸 大概是五二九的美金 涨到了今年 已经涨到一千五百四十五的美金 几乎涨了三倍 对所以在从过往的角度来看的话 美元是下跌的 所以原物料当然会上涨 但现在开始缩表了 美元它慢慢在上涨了 所以原物料在进行的时候 当然就会碰到一定的这个上涨的阻碍 这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美元如果是很强化 原物料它当然会下跌 但是我刚刚说对也不对 那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呢 来我们看下一张的字卡 不对的地方就在于说 从经济学的 我们刚刚上一张字卡 从经济学的角度是这样来看没有错 但是从实际的需求面来看的话呢 钢铁它是真的 它的用量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你看在今年的时候 今年的这个钢的全球的这个用量 已经来到了18.7亿公顿 已经是非常大幅度的增加 而到了明年会再增加到19.7亿的公顿 所以这个未来的需要钢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也看到不管是钢铁铜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 也都跟我们所有好朋友们聊过了 原物料相关的它就是一直在上涨 那包括了未来要走的叫做绿能 那绿能要走的就是碳中和 碳中和会让这些的原物料的成本 大幅度的被提升 而它能够生长出来的产品 却大幅度的降低 也就是成本变高了 可是它能够出来的产量就变少了 可是需求一样在那边怎么办 所以它未来它会走的叫做真正 实质的需求 加上成本的上涨 所以这个地方是涨真的喔 所以原物料还是有机会再涨 还是很有机会 那么老师再请问 中国钢铁盐控又减出口的补贴 那么对钢铁来说到底是福还是货呢 绝对是福 我们刚有提到全球的钢用量是越来越多嘛 对不对 而在因为碳中和的这个情况 所以中国大陆它在过往的时候一年喔 它一年可以产1.5亿的这个钢嘛 对不对 但是因为碳中和的这个关系 所以它现在一年从1.5亿减少为5000万到6000万吨的这个产量 也就是它大概一年之内就会少掉1亿的这个产量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这个1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我们台湾一个非常大的钢铁叫做2002的中钢嘛 中钢它一年能够产1400万公吨 那1亿的话大概就是7个中钢的产量 也就是光光是中国大陆它一年之内所少的产量 大概要我们7个中钢才补的回来 那中国大陆它的钢变少了 那其他相关做钢的包括了台湾 中钢相关的钢铁概念股当然会是有机会的 所以老师就对中钢来说 或者是对整体的这个钢的需求来说 这是一个好事情啊 那么请问钢铁人之中又有哪几档 老师是值得推荐我们去观察的呢 这个像向娜老师在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我们过往所跟各位有讲过的金兰个股 其他状况真的都蛮不错的 特别是原物料相关的股票真的都蛮彪悍的 那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选股票你第一个要选的是什么 如果他是国家代表队的话 那你一定要好好的做注意了 那蓝老师年龄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年纪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大概在讲金国的那个年代里面 对不对有一个十大建设 就是在我爸爸的那个年龄 那在那个时候呢 2002的中纲就出来了 所以他出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早 那他最大的股东就是我们的经济部 他持股的部分来到了2.5个百分点 也就是他就是完完全全的国家代表队 因此他当然是台湾最大的 并且他的成品他的产品那些我就不用再说 真的非常非常好 因此他的市占率已经高达了一半 全台湾有一半的全部都是跟中钢有相关系的 那也因为他够大 他的市占率也够多 他又是国叫代表队 所以你如果要做钢铁相关的股票 中钢你当然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只要做钢铁相关股票 不管涨跟跌基本上跟中钢一定都有关联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中钢跟中的大陆跟日本都有做配合 那因为台湾的钢的原料本来就没那么多嘛 所以你本来就要从日本 从国外去拿原料回来 那也因为这样子 你如果跟国外的据点有更多的配合的话 基本上你的料的来源就会更多 那如果未来这些钢它在上涨的话 你基本上你的料源就已经放在那边了 你第一个你不怕那边有料 第二个你能够取得料源的成本 就会来的比较低 所以这个部分对中钢来讲的话 是绝对绝对有帮助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跟中文大陆有配合之外 跟日本有配合之外呢 他跟澳洲也有配合 所以说他这个物料的来源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充裕 所以这档个股我觉得会 将来只要刚有上涨 中钢一定都吃得到 一定都吃得到 是的 那老师啊中钢 你看他市占率这么样的高 那请问他应该要怎么操作呢 好的那这档个股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股本稍微比较大的一点点 1573亿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大的一个股本 那这档个股呢 我觉得他未来一定是有机会的 然后你看这档个股在今年以来 其实他涨了一段 涨了一段之后呢 到了近两个月 他坦白讲是在整理的 是在整理的 但你看他的这个量能 在他上涨的时候是有量 整理的时候他的量能慢慢的不见了 代表说没有追杀的力道 那这里就只是怎么样 他只是在整理 涨多之后的整理是为了要再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有机会的 你在这边他整理完了 今天已经有着一个 蛮明确的发动的讯号 那未来呢只要上个月的低点 不要被跌破 我觉得这档个股整理完 他还是有机会 还是很有可能会再供 是老师那最近这个地方算是买点 算是买点 没有错 是的 好老师那再来看到2014的中宏 中宏跟中宏有什么关系呢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了 你选股票嘛 就是高扣我们过往的时候 给你们一个观点 如果说这档个股是国家队的话 他一定会很棒 因为国家的资源会放在他的身上嘛 那一样 如果说这档个股是谁的 此公司的话 他妈妈够强的 他的资源也会放在他的身上 那2014的中宏呢 他的妈妈就是中宏 从西元2000年之后呢 我们的中宏就变成中宏的一员了 那可以看到第二点 他的产品以炭钢的钢瓶为主 这个内容跟中宏来看的话 他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第一个 他的这个反应比较快 也就是如果你要什么样的产品 什么样的型号 什么样的规格的话 中宏都可以用很快的速度 跟其他的产商来比的话 他都会比较快 所以他的要给你货的这个时间 会来的比较短 那如果说有一些 一些的这个集丹的部分的话 那中宏就吃得到 那再来 他跟日本也有配合 那你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地方叫做日本的 和歌山柱油 对不对 他跟他们 他一样是有签约 所以他的料源 可以从日本直接就运过来 跟我们刚刚的中刚是一样的 中刚跟大陆跟日本 跟澳洲都有配合 那我们中宏跟日本也有配合 那日本的料源跟中国大陆来比的话 他就会来的比较好一点点 对产品的这个量率来看的话 当然就会来的比较好 那最后这一点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蓝老师 第三点叫做日本和歌山柱油 那最后一点叫做日本和歌山柱金 好像差了一个字 那这两个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自打错 不对 我们刚刚在讲中刚的时候 有看到说 中刚他其实跟日本有配合 那他们也有了一个子公司 那这个子公司就叫做和歌山柱金 也就是山柱金是中刚的子公司 那既然是中刚的子公司 是我妈妈的子公司 那他的货料 当然就会拿给我 所以有一个重要的妈妈 是很重要的 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日本的 他就会提供一年 150万吨的这个 比较好的这个钢料 给我们的中宏 那中宏的货料的来源 当然就会比人家来的更稳定一点 那他的成本就会来的比较低 是的 好老师那中宏既然他的妈妈是中刚 那请问他的这个股价的表现 跟他妈妈一样吗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刚刚看到中刚的股本 是1000多亿 那中宏的股本只剩下了1400 140 不好意思 我讲错 143亿嘛 对不对 大概是十分之一而已 那股本越轻 其实坦白讲 你的股价要飞的时候 他的充斥就会来的越快 你就会看到他前一阵子 其实长得蛮凶的 那即便到了这两个月 在整理的时候 他的姿态也都比中刚要来的更强 坦白讲 他也都比中刚要来的更强 所以未来这样的一档个股 他又是中工 他又是中刚的子公司 他未来的这个可能性又非常非常的强 他的股本又来的比较低 所以我觉得中宏的爆发性 肯定会比中刚要来的更好 肯定会来的比中刚要来的更好 那这档个股 我觉得现在的整理完 即将随时都有可能会再发动 随时都有可能会再发动 我觉得你就是慢慢的买 慢慢的买 那将来这档个股 只要季线不要被跌破之前 我觉得这档个股都会是有机会的 那整理多方的架构都没有被改变 而且他股本比较轻 他可能发动的这个机会 比中刚还要来的大 对不对 没错 是的 那老师最后一档 新光刚您怎么看呢 新光刚这档个股就更妙了 就是他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上个月的时候 他年增101个百分点 这个叫做再创他自己的新高 创新高代表什么 代表他真的非常赚钱 并且他不仅仅是很赚钱 他比过往任何时候都还要更赚钱 代表他的本质跟订单 绝对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那从今年以来前五个月加重起来 也年增了63个百分点 并且他今年以来包括了 因为他原本的这个钢 本来的裤子就蛮多了 然后在近期的时候 我们刚刚也在节目里面 有提到的钢 他的息息已经涨了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他可以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 却卖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因此2031的中钢 他在今年全年度的营收的部分 渴望再创新高 那如果他会再创新高的话 他的价格本来就应该要涨 本来就应该要涨 那再看最后这一点 他的产品真的蛮不错的 不管是在钢口的部分 不管是在太阳能板的部分 不管是在风电的部分 这几个全部都是未来的主流 太阳能啊这些一定都用得到 一定都用得到 那他在这个部分呢 已经比去年要成长了一倍 现在也不过才几月份而已 就已经比去年要成长一倍 所以说他全年度的话 他的展望是非常非常令人家期待 所以他基本面跟财报跟赚钱能力 绝对没有问题 好像新光钢是因为基本面良好嘛 那老师请问他应该要怎么操作 我们刚刚看到了 中钢的股本是一千多亿 那中红的部分是一百多亿 那新光钢的部分呢 只有30.8亿 代表说他的股本就更轻了 我们刚刚说到了股本越轻 他往上飙涨的速度可能就会越强 可能就就越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四月份的时候 他涨的真的是蛮飙悍的 还蛮飙悍的 然后到了近这两个月的时候 稍微他也是进入了整理 但是整理的姿态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强 并且他在整理的时候 量能全部都是缩的 代表没有最差的力道 代表说其实相关比较主要的筹码 也都还在里面 那主要的筹码不卖 原因在哪里 因为钢的未来依旧是非常非常好 那中钢的老板他也说过 未来绝对是一个高钢价的时代 而新光钢他有非常多低库存 很低成本的钢 在他的库存里面 所以这都会变成他未来上涨的动力 所以我觉得这档客股 绝对值得您多留意的 那一样这档客股 未来请你防守季限不破 这档客股整理完 随时都有可能会再发动 是好 谢谢蓝老师精彩的分析 谢谢好观众朋友们 今天蓝老师跟我们聊这个主题 是美元涨原物料价格跌 那么钢铁人角麻到底跑不跑得动 老师说是跑得动的 尤其像现在的钢 像是这个需求 还是相当的旺盛 那么刚刚老师也推荐了 三档个股是谁呢 分别是2002的中钢 2014的中红 还有2031的新光钢 老师也刚刚讲解了 不管是技术面基本面 都是值得留意的 如果你还有相关的问题 记得可以扫一下 老师的QR Code 加入LIOT 老师的QR Code 是这个小老鼠 MoneyMoney168 那么Telegram的QR Code 是MoneyMoney168 最后呢 喜欢我们节目内容的朋友 欢迎在脸书 还有YouTube上 按赞分享以及订阅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